马关条约在山东省烟台港换约之后 日本政府任命海军大将华山资计1837-1922为台湾总督 而清廷也任命李京方为交接委员 到台湾办理交接手续 听到台湾已宣布独立建国 华山不敢登陆上岸 便在基隆外海的日本船舰上办理交接 台湾就这样化归给日本了 此时日本派禁卫师团长北白川功能九亲王1847-1895 率领军队远征台湾 已抵达冲绳的中城湾 首先第一旅团长川村景明由贡辽奥底登陆 民主国由总兵曾喜照防守此地 一听日军上岸竟还没对阵就溃散而去 日军翻山越岭 让士兵带住粮食不行快速前进 九日的晚上已挺进到基隆 两军交战各有死伤 驻军吴国华抵挡不住 全军撤退 日军兵力逼近失求里 台湾人民敦请唐景松亲自前往八堵住房 宣示坚决死守台北城的决心 但唐景松拒绝 他带着巡抚大印直奔护卫 搭乘德国商行的轮船出逃 林维元 林朝栋 邱冯甲等人也相继离开台湾 蒙甲士绅李炳军 1873到1904 等人前往大道城士绅李春生 1838到1924处商议 想派人到日军那边请求入城 镇压安抚台北城内的混乱局势 但没有人敢前往 陆港人孤显荣 1866到1937 当时人在台北 沿见事态急迫 便自告奋勇愿前往基隆 觐见日本总督 请日军派兵入城平定乱世 日方答应了 日本部队在他的引领下前进台北城 18日 日本北白川公能久亲王进台北城 21日 日本第一任台湾总督华山资绩也进城 随即设总督府于台北城 作为军事指挥中心 极致力民政之处 台南地区已经接获台北府的通报 大家商议拱举刘永福为民主国大总统 起先他并不接受 一再立请 终于答应就任大总统 将临时议院设于台南辅学 经台南孔庙 并推举举人许宪称 1862到1921为议长 读书人上陈主战的文书络绎不绝 于是商议决定了各地的防务部署 此时地方主动成立的义勇军友 近是许南英 1855到1917率领的台南团练 吴汤星的新竹义军 林德谦的十八宝义军 当时各地方也出现土匪抢掠 就招享府安编维义军 各地方也实施保甲制度 沿海地区也成立渔民的团练 协助防守 日军既已占领台北地区 便开始扩张蜀地 派部队一路攻取宜兰 另一路进攻新竹 润5月1日 日军往南挺进凤山西 仅新竹县竹北市北侧的西流 义军英勇迎战 激战到黄昏 新竹城终于实现 这期间大小战役有二十余次 出身新竹北部望族的义军领袖江少祖不幸罹难 吴汤星在苗栗紧急向刘永福求救 于是吴彭年率领七星骑兵前网之援 李维义当副将随网 6月20日 日军进攻头粪 新楚军副将杨紫云战死 唯义战败退回 日军在往南进攻苗栗 前方抗敌的将领们纷纷请求派兵之援 永福也伤透脑筋无法回应 吴汤星 徐湘败退回到台湾府至所在的台中 吴彭年将部队撤回彰化 日军禁逼大渡西时台中府城的官员们提议弃城 吴彭年阻止弃城之意 又接到刘永福电报下令坚守 便将部队已往城外驻守 双方激烈交战互有往来 在7月5日 台中府城被日军攻陷 9日日军两面包夹黑旗营一军 在八卦山基站 吴汤星 吴彭年先后壮烈牺牲 台湾府之府李景松等官员便穿一班百姓长服出逃 日军胜利进入彰化县城 7月10日 日军攻陷云陵县 前进占领大蒲林 金嘉义县大陵镇 台湾一军埋伏甘蔗林中袭击日军 左右围攻奋勇叛战 日军终于败退 义军们趁着浩大声势进攻大蒲林 双方激战 死伤惨重 朱乃昌血战而死 16日 萧三发驱策各路义军收复彰化 那时义军的声势颇有好转 但是台南两响和武器都已经洁净 刘永福派人渡海求助 勉强搜扩了1500银两救急 所幸附近许多庄民杀牛充当一军粮食 所以不致因饥饿而丧失斗志 当初张化成被攻陷的时候 徐湘率领20人从山区逃走 超捷径来到台南 刘永福予以未免 命他到台东北南地区招募强悍的士兵 募来700人 此时各路义军围攻张化成久攻不下 但要即将用庆 往来激战中黄荣邦 徐湘先后战死 其他人也都受伤无法起身战斗 云林再度沦陷 刘永福不禁常探说 是内陆那些高官达人们见死不就害惨了我 是我误判情势辜负了台湾人民 日军随即前进嘉义 沿途庄民在声援林昆刚1832到1895的号召下 紧拿简陋的利刃抵抗迎战 双方对峙缠斗了几天 林昆刚壮烈牺牲 日军也伤亡惨重 以至暂时无法横渡增文西而南下 23日早上天亮时刻 日军从方辽登陆 攻入横春 接着进取东港 准备夺取凤山城 当嘉义被攻陷时 刘永福明白大势已去无法立晚 8月21日 请英国领事 欧斯纳转交信函给华山资计表达院将求和之意 起初副总督高岛秉回绝 往来数回后 日军将领派人转交信件给刘永福 约定隔天早上晨时务必到舰上商议条约 否则就开战 英国 荷兰两国领事也极力劝说刘永福 但最后他还是不敢前往一约 于是日军以海 陆分进合机进攻台南 26日 日本七艘军舰二度攻击其后炮台 首将刘成良是刘永福的义子 双方对峙互相炮击两个时辰 炮台被攻陷 成良败逃回到台南 隔天日军便攻入凤山城 28日在攻下凤山县旧城 在京高雄市左营区 派骑兵队进逼台南辅城 消息传来引起辅城很大骚动 人心惶惶争 争相搭船逃到厦门 9月1日 刘永福提议退到关帝庙庄 可以凭借山势力守 但各地战败的消息纷纷传来 仓促之间没有成行 到了晚上刘永福带着几名亲信士兵 视察安平炮台竟搭乘英国商船 跌历士号离开台南 隔天 陈修武 吴道元1868到1928等人请英国牧师宋中坚出面 前往日本第二师团的前方阵地 请求日军入城镇压乱使安抚民心 4日晨时 日军进入台南府城 日本海军也进驳安平港 一军仅剩兵勇20余人顽抗被杀 台湾民主国就此宣告灭亡